那么后边讲到注释的 这个注释基本上跟我们C语言讲其他的语言C++OC非常类似 行注释两个斜杠 块注释就是斜杠信号 那么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Swift里边这个注释是可以嵌套的 这一点其他语言里边没有 这个讲到这个注释了 注释行注释这个两个斜杠对吧 还有一个叫块注释就是斜杠信号 然后是内容里边内容多是吧 就用块注释对不对 如果一行就用行注释 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就是注释可以嵌套 注释可以嵌套 这个可以嵌套 比如说我这个本身其实是一个注释 只是外边是一个嵌套注释 叫Alt 这个外部注释 然后里边再嵌套一个 这个叫嵌套 就是注释里边还有一个注释 OK 内部注释 OK 这个注释是可以嵌套的 那么你甚至把这个卡掉 这里边 其实这里边有三层嵌套 这最大层是一个是吧 这第二层就是第三层 三层嵌套 其他的用法跟我们这个 像CROC里边都是一样的 这有关这个 Swift里边注释的一个用法 行注释 快注释和注释的一个签套 分号 其他语言里边都有这个分号 是吧 一个语句都有一个分号 对吧 这个分号 那么就像我们这个像C语 都是这样的 定一个变量 A毛号 因子类型的等于100 然后立刻加一个分号 代表这个语句的一个结束 对吧 Singr里边是可选 可选 就是这个分号可以选 你可以加上也可以不加上 我们把它去掉看 bill的它也可以 编译成功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分号不是必须的 那么什么时候是必须的 你两项代码写在一起了 VR 然后这个b 然后是C类型的 然后等于hello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本来是两项代码 你这样看一下 这样是不行的 怎么办呢 加分号 OK 加分号 隔开这样可以的 就是你两行程序写到同一行里边 必须要加分号 一般情况下这个分号是多余的 你可以不加 OK 可选 那么什么时候必须呢 如果这个多行代码写在 叫写在一行 那么必须要加这个分号 OK 好 刚才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分号 多行代码写在同一行 那必须要加这个分号 这是有关swift VR的一个分号 这一个用法 后边再来看一下 swiftVR数据类型里边的第一个整形 那么这个整形呢 它提供了这个几个修饰 就是有8位 16位 3上和64位 又分为有符号的和无符号的 有符号的就是有正负之分的 是吧 可以是正的 可以是负的 5符号的就是正的和0没有负的 OK 那么swift里边所有的这个类型 都必须打写命名 那么它本身是一个sack的结构体 我们来看看 第五个我们讲到的是整形 整形 整形里边我们刚才说了 有int 有int 还有int8 int8 还有int16 和int32 还有int什么样 64 OK 推荐道理 还有uint5符号的 uint8 uint16 uint32 uint64 也说字里边分为有符号的和无符号的 然后又分为8位16位32和64 比如说inti冒号 这个uint 是吧 5符号的 就是等于100 那么去看看 这个其实它都是结构体 看上uint5符号的是吧 嗯 那么除了uint 可能还有其他的int类型的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去两个例子 就是int类型的 等于这个随便 看板 OK 那么再来看看这个 那每一个int它有取之范围 我怎么算 在这边它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min 一个叫max 最小值和最大值 是吧 比如说我先打印一下print int.mn 然后int.max 这就可以取出来它们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最小值 因为这是有符号的 它就是有负的了 是吧 看这个int类型的最小值 它是问九几是吧 为什么一个八一个七呢 那么一般情况下它都是2的 可以变二整除的 这个原因就是中间有一个零好 OK 就是到七啊 零到什么多少七 然后另外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无符号的 这个uint8.min 5符号的int8位 是吧 是0 最大值 0到255 是吧 其实是256 2的八次方是256 是吧 因为它是什么呀 5符号的 所以中间有一个0 是它的其实范围是0到255 OK 那么类似这样 其他的这些数据类型 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用int 足够了 看一下我们这个数字啊 我们表示什么才能有这么多的数字呢 地球上有多少人 60亿是吧 80亿是吧 地球的半径是多少 是吧 让地球转几圈 可能会用到这么大的数字 是吧 一般情况下年龄肯定足够了吧 这个年龄基本上用不到这么大 是吧 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用int 基本上就OK了 好 这是我们整形里边 那么大概接受了 它的一个写法 然后呢 有几位 然后有符号 无符号的里面取之范围 符点类型 符点类型就是 有小数点的 有小数部分 是吧 嗯 嗯 说这个圆周率是吧 3.141596是吧 那个神童会背一大队是吧 嗯 927什么一大队啊 一直背 嗯 这个符点类型 那么在sfield上面 它提供了两种 一种就是说 double类型的 64位的 然后flow类型32 这个默认情况下 它是double 比如说你定义一个 说d等于这个 3.14 那这个d默认情况下 它是double类型的 就是vr是i等于100 vrx等于i 加上这个d 这个是运算不通过的 看一下啊 它说int类型和double类型运算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您没有给它指定类型 没有给它指定这个类型 标注 它默认的情况下就是double 如果你想告诉它 它是float类型的 你必须加一个float ok 这个是运算不了了 后边我们会讲到 这个类型转换的时候 说这个问题 ok float 符点类型里边有两个 一个是叫float 另外一个double 单精度的和双精度的 ok 这个叫什么呀 这讲到第几节了 第六节是吧 嗯 符点类型 这里边有两个 一个是float 三三二位的 然后一个是double 64位的 那么默认呢 默认是这个double的 ok 好 这个涨了这么多 ok了 但小说点的 嗯 第七个就是 类型安全和类型推断 那么 sweave里边 它这个编辑器 是类型安全的 就说你这个必须告诉我 什么呀 你是什么类型的 如果你没告诉我的 我可以通过你这个负值 给它推断 比如说你 刚才我们说了 你给我这个f负值 如果没有给我类型标注 我就认为 这个是一个double类型 ok 如果你 你这个负值100 我就给你推载成int类型 它有一个类型推断 反正是最终我要知道 我是什么类型的 ok 讲第七个 首先要知道它是叫 类型安全的 就是必须我要知道 是什么类型的 另外呢 我们类型可以通过推断 那我们来看看 v2 i 然后 等一 直接i 等一 100 v2 d等14 3.14 没有写 没有写有没有类型呢 有类型 它通过类型推断出来 它是int类型的 它通过推断出来 它是double类型的 然后s 等于hello sig通过类型推断出来 它是周上类型的 sitin类型的 ok 那也就是说呢 我如果没有标注 我就可以通过类型推断 如果标注 那我就知道了 比如说 这个i1 然后它是int类型的 等于100 然后这个d 它是float类型的 是吧 等于这个 3.14 15 然后vrse 它是sin类型的 对吧 它等于这个hello ok 像这样呢 刚才上边这一部分是通过叫什么样 这就是类型推断 下边这个类型标注 这个叫推断 如果没有标注 我就靠推断 是吧 长的这个 长的黑 可能是非洲的 是吧 等等啊 类似这样 这个就是叫标注 是吧 这个叫标注 然后长的黑 但是我标注 我就是中国人 是吧 这个标注出来 这叫类型标注 如果你没有标注 可能我推断 你是非洲人 ok 反正总而言之 我得知道 你是哪的人 就是你的类型是什么 ok 就是我们讲的 叫类型安全里边的 类型推断 和类型标注 下边再看一下 叫数值自面量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有一个数字 然后呢 我可以有不同的表示方法 可以是二进制的 可以是八进制的 还可以是十六进制的 就像这样 比如说一百块钱 是吧 要是韩元一百块钱 怎么样呢 日元是吧 很不值钱 要是美金 那就很值钱 同一个数字呢 那就是有不同的表示方法 看这个 同样十进制的十七 然后二进制的 你开中一长串 二进制是0到1 是吧 前面加一个钱罪是0b b什么意思呢 binary binary是二进制的 八进制的叫什么 奥克 叫奥克托布 还是啥玩意儿 这个是十六进制的 反正都有一钱罪 是吧 0o和0x ok 这是数值的自面量 后边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类型转换 类型转换里边 首先我们知道整形 怎么样转换 另外是整形和浮点类型 怎么转换 先看这个整形 第九点我们讲的是这个叫什么 类型转换 是吧 类型转换 然后第一个是整形 整形里边首先要知道有这个取值范围 其实范围 那么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我有一个 i 然后等于 u int类型 uint 8 然后说 这个i等于这个1000 这行不行 bill的一下 说整形1000 overflow 问store to int uint8 什么意思呢 overflow就是 溢出了 是吧 这个往屏里边倒水 倒太多了 溢出 overflow 就是说我这个本身 我们刚才 这个看了这个 uint8 它的取值范围是多少 0到255 但你实际当中给它一个1000 他肯定放不下呀 我的最大值就到R5 但是你给我1000 那肯定不行 对吧 所以说第一个 你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取值范围啊 看这个类型 到底取值范围是多大 比如说我等于一个100 这个没有问题 对吧 在我的可控范围之内 是可以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取值范围 第二点就是这个 叫一起运算 那一起运算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嗯 就说必须是 我们来定一个 比如说vi i i是什么类型的 i是uint类型的 uint8 等于10 go 等于int类型的 等于20 然后这两个 x等于i 加上这个go 一起运算看一下 说这个加号有问题 为什么呢 这两个 它是个不对齐 相当于是 这个计算机啊 不像我们人一看 说是 这个是10 再是20 哎加一块30 OK了是吧 就是一代怎么算呢 哎把这个10 转化成二进制 然后呢 20转化成二进制 一看这个 这个几位啊 这个8位的是吧 他是几位的是吧 他比如说16啊 或者多少 那么一看这个位数不对齐 那你得告诉我啊 必须对齐了 我才能计算 那你怎么办呢 把他给他加一个类型转化 int 我看一下是这样 好像是int 应该是这样 我把这个转错了 这个应该转前面那个是吧 后边这个不管他 然后这个是int 这样 现在看对不对 现在就OK了 是吧 就说两个类型啊 即使是都是整形 然后你要需要这个 给我数据对齐 我才能计算 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你这个 这个我这个爱 其实这个 嗯 就转化过程当中 还可能出现问题 比如说你一个 嗯 他 这个大的转小 或者小的转大 可能会有 会有问题啊 小转大可能会出现问题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 第一个是极致范围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一起 运算 的问题 那么除了整形之外 还有负点类型 负点类型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啊 道理是一样的 嗯 整形和负点类型转换 必须强制转换 跟我们刚才 写的这个道理一样 V2 I等于100 V2 高点于3.14 这两个 能不能一起运算呢 XNIN 加上这个高 他不能一起运算 是吧 int和double 不能一起运算 那你怎么办呢 把它转化成double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成double 是吧 最后的运算结果就成double 必须进行强制的一个转换 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叫 硬的类型和负墊类型 怎么样进行转换 必须强制转换 OK 类型别名 别名啊 就是 怎么 什么叫别名啊 就是我们有小名有大名 有没有 有 小弱是吧 长行主是吧 这个老郭是吧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别名 尤其是上学的时候啊 还可能起很多个外号 是吧 很多外号 这个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来看看这个 Type Alice就是类型别名 我这个是前边是我兴起的一个名字 后边是存在的一个名字 OK 嗯 我们来看看这个啊 这个后边讲的一个概念 叫这个叫类型别名 是第几点第10个 类型别名 这么写的叫Type Alice 是吧 MyInt 然后等于这个Int 就是说 下边VR 之前我I 冒号Int 等于这个10 现在的VR号冒号MyInt 等于10 这两个是一样的 看到没有 嗯 那我之前用Int 我把Int定义成MyInt了 这个就可以直接用这个MyInt 这就是类型别名 Type Alice 这样一个用法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一条 这个音乐 我可以看到 我可以看到 这个项目是 我可以看到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